會覺得有受什麼委屈嗎 鄭文燦捲入攝探案以五百萬元交保後 六號深夜首度拖過來發聲 表示從政以來公而妄私不貪不取 會在未來司法調查過程捍衛自己清白 並以夫妻民意庶民 海基會期後也發布聲明 指出鄭文燦避免影響團隊政務推動 以請辭董事長一職 總統府隨即表示尊重決定 藍綠同聲呼籲誤網誤眾 民進黨連任會八號晚間 也將開臨時會討論是否立案調查 但鄭文燦六月七號才就任 短短一個月就請辭 成為最短命海基會董事長 回顧二零零七年 他任職海基會副秘書長 也因為爭議閃電請辭 是誰要約 這個是我要約的 當時捲入富士宴三會一雲 在海基會擔任副秘書長 短短五個月 兩度在海基會任期都不長 外傳接棒對象 可能是他 吳峰山曾任公是董事長 曾在別馬政府時期都出任要角 媒體報導 總統賴清德本來屬於吳峰山 任海基會董事長 但由於前總統蔡英文 歷見鄭文燦才改變主意 現在鄭文燦請辭獲准 吳峰山有機會接任海基會董作 政治色彩不鮮明 論語內部也給予肯定 參選國聖士宴台北採訪報導 地霧 地霧 。